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9月4号星期一 老有人跟我抬杠说中国股市要跌 我就说中国股市要崩的话 肯定是我先知道 对不对 肯定外边这帮傻缺 天天抄抄中国经济崩溃 房地产崩溃 超少20年了 崩了吗 对不对 我说你就等我吧 所以我说崩的时候就真的是崩了 对不对 然后偏跟我说什么 恒大要倒闭了 碧桂园倒闭了 房地产还不崩 我说恒大倒了 碧桂园倒了 中国房地产也崩不了 他俩代表不了中国房地产 中国房地产大了 就跟新东方一样 新东方代表不了中国教育 教育肯定还在 新东方有可能没了 但是教育还在 所以就是说恒大和碧桂园 还有一点你要明白一点 知道吗 就是说恒大和碧桂园 是不敢破罐破摔的 明白吗 就是说他最后再不管出了什么问题 后面要保交楼 该负的责任要负 他为什么说不敢破罐破摔 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如果破罐破摔 等于是给老公惹祸 对不对 那你给老公惹祸 老公能放过你吗 中国这个刑法是吗 还没改了 中国是不是贪污 什么腐败 超过500万人民币 就可以枪毙 就许家印 杨慧妍 那拿出来 是500万人民币 能走了的吗 哪个不是个几十亿上百亿的 对不对 当然你说这钱 这钱能说清楚吗 老公只要查的话 我说实在的 你这里面拿你个一亿两亿出来 就够你 500万可以杀头的话 弄一个亿能枪毙二十次了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许家印阳会员他们 就是说公司再出什么问题 肯定会跟政府配合 跟老公 跟共产党配合 把这个事情的最后要做的 就是说好看一点 不能让老公太难堪了 要把这事弄好 弄好了 大家都好说 弄不好 那你以为枪毙是怎么着 你懂吗 所以这问题就在这了 所以我说中央房线产 暂时就目前看这个情况 还绷不了 而且还有点就是老公手里的工具箱里 工具太丰富了 你知道吗 这次中国中美大使谢辉给华尔街 给华盛顿邮报 投书不也是说吗 说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很丰富 你们不要着急 我们还没动手呢 你们担心什么 对不对 好吧 现在的真实情况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全部的都是股价大涨 北京上海的成交脉冲式的上涨 整个房地产现在是整个起稳了 因为什么呢 现在全国全面落实叫认房不认贷政策 什么叫认房不认贷政策 是指不论你 你这一个家庭 此前是否使用过商业贷款购房 就是不是有没有买过房 我不管 有没有过贷款记录 我也不管 我不认贷 我只认房 只要你在购买的时候 家庭所有成员在本市均无住房 即可符合手套房的认定标准 可按手套住房申请住房贷款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先买个房 越来越卖了 那你就可以再重新当手套房来按照 就享受手套房贷款的优惠 那这个来讲实际上是合情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也如此 美国它这样 比如说你一个家庭 你或我们父亲两个 你买一套房自己住 那它会给你一些的优惠 比如说你的连地税都有优惠 如果你再买第二套房 你把它出租的话 你就不是自己住了 对不对 第二套房的话就没有了很多的手套房的优惠 第二套房 你就可能你连地税可能涨的都比你头一套房要快 这个比例要高 所以但是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手套房如果我卖了 我把这套房卖了 我再买一套的话 那么我下边那一套房子就作为我的手套房了 你懂吗 就是说我住哪儿 哪个算 你不要怪我以前买过没买过 我以前买过 我卖了 我没有了 我现在又买了一套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是合理的一个事情 你明白吗 这都不能算什么政策 这只是呢 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一个规定 美国也如此 这个没有任何的就是说 好像要刺激房地产市场了 这个意思 但是就仅仅的 就是说老共的工具箱里 我就说 因为中共它是一个独裁专制的一个政府 你明白吗 它可以调动的这种手段工具太多了 它比你美国什么的能调动的手段和工具还要多 所以呢 就是说 你就像 就这个所谓的认房不认带 就这么一个政策 我说得出来 对于老共的工具箱来讲 这都不能叫工具 什么改锥 钱的刀都没拿 都没拿出来 这就是反正看工具箱 我这儿 最近不是房地产被你们抄抄的太好了 我就说今年这个经济好不好 房地产好不好 主要看外部 外部看怎么烘托怎么去渲染 那外托的 外部现在烘托渲染的非常糟糕 老共也是头疼没办法 一看行 我这儿 我这儿 有根螺丝钉 工具是没有 给你来个螺丝钉 随便扔一个小小的螺丝钉而已 都没有拿工具出来 就一个认房不认带 这算什么 这能算工具吗 这都不能算工具 一个小螺丝钉扔出来 整个房地产市场就齐完了 就完了 就都服了 都老实了 全面落实之后 北京上海楼市成交量出现脉冲式上涨 蹦的一下子上去了 深圳楼市回暖 北上广深四地新房二手房价格均齐稳保持平稳了 全部都扛住了 然后再看股价股价大涨 恒生中国内地地产指数 所有的内地地产的指数整个上涨8.2% 然后香港上市的龙湖集团上涨了10% 新城发展升了17% 好家伙 在上海上市的金地集团 上涨4.1% 连万科这么大都上涨了1.4% 你猜怎么着 连币个元都跟着涨 币个元涨了9% 币个元的股票都涨了 你就想 当然币个元他主要是他债券展期 获得债券人的批准 所以导致币个元的股价 也跟着上涨到了9% 所有的中文环战开发商的股价 全部跟着上涨 然后交易量也上去了 所以你就说 就这么一个小螺丝钉扔出来 整个房市就齐稳了 你说这房市他怎么崩 你知道吧 你对这个崩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说 海外有一些就是说 所谓的这些up署 这些自媒体 就完全不负责 上嘴船 一顿下嘴船 就说崩崩 崩个屁也崩 你知道吗 老共的工具 而且还有一堆改缺钱的刀 还都没使呢 什么工具都没 就扔一小螺丝出来 就齐稳了 就这崩 对中国我就觉得 没有一点基本的认识 你知道吗 缺乏政治常识 缺乏政治逻辑 知道吧 所以我就告诉你暂时 反正我看是崩不了 你有你的担心 你的问题好不好 然后再说 有一个网友给我留言 他这么说 他说 对于关于中国经济 他说因为我们家自己本身 这网友跟我说 他说我们家自己本身 就是做房地产的 所以对房地产的数据 比较直观 他说本来我们也认为 现在外部不都说 当前经济不好 他拿VPN翻墙 看外部都这么说 以为当前经济不好 尤其是房地产行业 他认为新楼盘应该很难卖 结果好家伙 我们家这一开盘 当天直接卖了一半 远远好于疫区 也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 其实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你看我们的小小伙伴 发来的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就是说你看看真实情况 我也知道外部有外部的想法 其实今年年初我就预计到了 外部有外部的想法 外部可能他会去渲染 就会去烘托 但是我都说就是说你到最后 就是说你作为海外的这些媒体也好 最后你说的中国跟现实的中国 已经成了两个平衡宇宙的时候 但是看的观众多 看的观众多 观众就喜欢看这个 他没办法 所以 那你让我说什么 就没什么好说了 反正我跟你说 这是一个实情 真实情况其实是这样的 当然你如果要认为他要崩了 那也挺好的 你赶快卖房子 回完了吗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还没有 我现在是看不出要崩的迹象来 好不好 我只能说的是软着陆 软着陆 什么叫崩 是硬着陆 嘎崩一下 软着陆是一点点的 我觉得今年是中国房地产软着陆的一个元年 但基本上出来一个软着陆 但软着陆你说就是价格持续下降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什么 就是说价格保持不变 保持不变的通过人民币的这种贬值 或者超发人民币 增加工人的工资 以此来慢慢的就是冲淡房地产的价格 这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你说这软着陆怎么软 反正你想等硬着陆 我看短期内一下都不知道 好不好 等我看到有硬着陆要崩的迹象 我跟你说 好吧 那这期影片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